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是拖加西九段和谢科八段 我相信对于拖加西拖老这位棋手 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了 现在他其实真的是被我们叫成一员老将了 91年出生了他今年应该也是29岁了 在如今的围甲赛场上绝对是一名老将 但是其实拖老在十多年前只有十来岁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叫他拖老了 因为他这个年纪轻轻就留了一个烙腮糊 就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 所以就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拖老 那么关于谢科这位00后的小将呢 其实近两年这个风头也是非常的近 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目前来说 最有希望的两位00后小将之一 一个是谢科一个是廖元赫 那么将来这个对抗韩国深圳序的重任 必然会压在他们的肩上 那么谢科这两年在这个国际赛场上的成绩也是非常好 上一届的孟百合杯就闯入了半决赛 那么西败于韩国的朴婷环 那么今年的这个孟百合杯啊 他是再次闯进了半决赛啊 我们期待他在这个今年的孟百合杯上能取得好的成绩 接下来这个一老一新两元这个实力派棘手的碰撞 我们看看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局的实战 这具骑士由这个陀佳西九段直黑先行 那这招 白棋第六部就直接靠上来了 00后的小将这个 真的是气势逼人 那这招靠其实也是这个对付这个黑棋这个单关跳 这个最佳的两个手段之一啊 一个就是从这里靠 一个就是从这里靠 但这个从这边靠的话 其实很早以前大家都就都知道了啊 这个是地球人都知道了一个秘密 但是从这里靠呢 真的是这个是AI教的啊 要不然一般人真想不到 我们这个骑士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可以从这里靠这个骑还可以 好 然后搬 下搬 关于从这里靠的话 其实黑的有两种最基本的印法 就是下搬和上搬呢 那么上搬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上搬 因为实战是下搬的嘛 上搬的话白棋就下搬 然后黑棋粘上 然后白棋长 黑棋打吃 然后冲了 进脚 然后黑棋提掉 白棋打吃 其实这个图啊 一直是这个 AI推荐的一个最佳 黑棋顺利最佳的一个图 但其实在实战中 我们却很少去下啊 因为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棋 一上来这个走一个这个后市 被白棋先手得一个脚 这个实在是没什么把握啊 这个如今这个年代 大家都是恨控 看到实际就眼红 这个把脚先手让给对手 那是无论如何也不情愿 所以实战这盘棋 驼老也是选择了这个 班下面啊 班下面 然后这个连班啊 那这个就必然了 黑的打了一贴 这个变化其实也现在最近也是非常流行啊 当然到这里之后 产生了一些这个变数啊 最早之前的下法 白棋一直都是拐的啊 一直像这样 那么这个下法的话 之前一直觉得是差不多的 后面突然大家觉得这个棋 是不是白棋有点损失地呢 后面就发现这个棋啊 白棋现在可以先长这个 然后再挡一个 这样再拐 这黑的就没法再去吃这个白棋两子了啊 我们看 黑的如果还去吃这个两个子 那么我们一拐之后一飞 然后一扛 这个棋子 这白棋就非常愉快了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外头 包的跟铜枪铁壁一样啊 这个黑的这个角就很局限啊 虽然有二多目棋 但是很局限 那么如果下成这样 黑的就只好跳了啊 就没法去吃这个白子了 然后白棋再拆二 黑的再虎 这样这个变化 是目前来说是比较流行的啊 然后贴 然后贴 然后再飞压 摆了就一阵爬 就找啊 这个变化目前还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变化 下成这样的话 就是反正这个局面就就早早的就就进入战斗了啊 被打散了 那这盘棋这个年轻的这个谢科是并没有这么下啊 当然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图 对于这种00后小将来说 这些流行的变化 他们都是熟门熟路的啊 不可能不知道 他实在选择了这个很复古的单管 把实地就让给黑棋了啊 那我觉得这个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啊 这个棋其实实地还是非常可观的这个角 那么白棋将来这四个字 到底怎么样去发挥它的用处啊 这个是一门学问 然后点三三 那这边就不装了啊 这边定个型虚晃一枪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点三三 飞啊 这个单拖一个 要求这个来一个米诗飞道啊 因为白棋现在这里不是有四颗子吗 啊 一旦这边打起仗来 肯定这四颗子肯定会有帮助 啊 所以这时候黑棋也是 必须锋芒啊 你想下米诗飞道 我就不跟你来 退一步海阔天空 然后白棋 这一步棋的悬点啊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这步棋的悬点也是 其实比较难选啊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 首先白棋肯定是要在这个范围里下棋了啊 因为现在黑的这边 这个 后视已经竖起来了 那么白棋这有四颗子 现在这个中间这个到底选在哪里 其实可下的点真的很多啊 很难 很难 那他实在选这个呢 我是觉得 他如果走这个 他肯定怕黑棋从这边比啊 因为他还是担心这四个子 一不小心会成为姑骑啊 那比如说这样 他觉得黑的 从这里飞出来 因为那边不是后吗 我们通常是说要离后的远一点 下棋通常是说是要远离对方的后视啊 要离对方薄的棋近一点 或者离自己薄的棋近一点 对不对 实战这个啊 感觉反正我感觉这部棋的选点也是 他应该也是煞费苦心了啊 这个选点其实选在这里 看着也很奇怪 因为虽然你远离了这个 但是你离这边也很近 因为黑的这个东西也其实也挺厚的 而且黑的拆到这儿 这个间隔很宽 黑的其实挺满意的 然后再走在这里 嗯 这个棋 这部棋是必须的啊 这部棋我觉得还是 看着还是比较正义 因为你不走的话 黑的这个跳起来 巨大无比啊 一跳完之后 你看你这颗子的位置就很尴尬 那么如果你直接去震呢 又显得有点过分 因为正好被黑棋从这里尖 尖出来之后 你好像这两颗子好像无法两全啊 所以走在这里 稍微缓和一点 哇 接下来这个黑的这个棋也是 托老子 这个棋风也是很犀利啊 直接靠上来 这个 你不是想灵活一些吗 我不给你灵活的机会 我贴着你走 这一靠很难缠 我觉得是第一感 如果我在实战中碰到对手下这样的棋 我肯定会觉得很头疼啊 这一靠不好对付 它是靠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搬这个 那就简单了 我就一长 那就等于你飞一个 我本来也要靠了长 围这块空啊 那如果说你从这边搬 那我从这里一长的话 你这个棋型好像马上就要四分五裂了啊 所以这个靠 真的是不好对付 实际上白棋先靠这个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啊 任何时候这个靠退 黑的都基本上都要走这个 这个太大 靠退两下之后白棋是单退 那黑棋也是很有内涵的单退 然后白棋是非常机敏啊 因为这个棋 其实本来这个顶的力 是黑棋的权利啊 现在因为 这边比较着急 这个黑的觉得那个迟早是我走的啊 结果这个时候谢科同学是把这个机敏的就给强调了 非常机敏 把这个逆收了啊 这个逆收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接下来两步棋 我就有点没看明白啊 在这个顶的一瞬间 这个白棋是断了一把啊 这个有点没看懂 然后黑的飞到这儿 那这个断一下 它不是有这个损控的嫌疑吗 本来如果这样的话 将来这个加进去不是很愉快吗 还是说 它如果不断 它觉得黑的现在要脱先 但是黑的如果脱先的话 将来它再断 黑的也得长啊 这个棋 所以这个地方说实话 我没太明白啊 这个断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意图 它难道觉得这个以后断黑的不长了 我觉得不可能 这颗子怎么能给呢 对不对 这个子就给了的话 这实地全没了 实战这个 很费解啊 这个棋 我觉得这样 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棋心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省了手棋 本来这个地方是要再虎一个的 现在因为我不虎了 直接撑到这儿 把这空拳撑住了 这黑的肯定是满意的 现在然后白棋脱先 然后这个 脱了这个是 飞刀出窍啊 这个地方你敢脱先 那么我要这个 追究一下你的这个棋形 这飞好像是挺难受 这个白的形状有点问题 如果拐 黑的就从这里贴回来啊 这个 单关接回去 真是 真是非常的难受啊 实战是从这边拐 但是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还是得单关连回 一贴 然后再一飞出 这个瞬间这个棋形 而且白棋这个棋 这个粘之前 这个没有打一下 我是不太能理解的啊 这个棋按理说 现在肯定是应该打的 因为你一旦把这个 粘上之后啊 你以后再打 黑的一定下理了 这个棋这个 这个子就 彻底变成一个鸡肋了啊 只有三分之二我们棋 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这个时候 本来打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因为这个时候 它还不是鸡肋啊 它这个是个棋筋 非常关键 那么黑的是必须要粘的 然后我们再粘上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棋 有可能是个小失误啊 下太快了 因为谢科这个下棋的时候 也是这个 这个速度非常快的啊 这个是个小失误 我觉得 好 还要跳出来 那感觉像这样 这盘棋 这个布局来说 这个拖劳是非常成功的啊 这个 上下都有实地啊 而且 这个地方又把白棋分成两块 白棋很难受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 你这地方一旦厚了 白棋这三颗子 说实话 这个威力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啊 这样的 就是这种正式啊 其实最害怕的 就是对方下厚了 下厚了之后 你这个 这三颗子 真的是 发挥不出太好的 这个作用 实际上这个 头一个 不想被这个 黑棋 飞成两块 但是这个 被黑的一跳 很难受啊 这个形状 我们看啊 这个棋 这个断 又是非捕不可 但是一捕的话 又难受啊 全是这个 鱼形 实际尖刺这个 黑的沾上 还在沾上 这里黑的 没办法 再沾这个了啊 这个沾的话 白棋一冲断 我们看 之后 这个正好是 快一气啊 这三个子 就死进去了 虽然说 这个沾 非常想沾啊 一旦如果把白棋 沾成这个形状 我们看 那这个 这盘棋 就是已经 白棋 已经凉了一半了啊 这个形状 下出来 这么多颗子 一个 一个眼都没有 一木齐都没有啊 这简直效率 太可怕 但还好 这个时候 黑的这个沾 是不成立的啊 白棋 算逃过一劫 那把这个子 吃下的话 我觉得 摆得稍微 缓和了一点啊 当然 还是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 如果当初 打造一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 好很多了啊 这块棋 就局部 就已经 已经基本上 近活了啊 那就这个情况 就会好很多 这下没打到 那将来 这个一尖 这块棋 局部是死的 这个肯定会 留下隐患啊 我们看 实在这个冲掉了 然后挂 那这个时候 白棋 也亮个小飞刀 啊 鹿一漏 这个棋 说实话 那他既然 瞄着这个 二路一漏 那这下打 打掉棋 不是更好吗 还是说 他觉得 这个如果 打掉的话 太异图太明显 对手就会补了啊 这个不得而知 如果这个 打到一下 还是说 这个打到一下 他担心 黑的会 尖这个 黑的尖这个 应该无论如何都不成立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因为你有一挤 你有一挤 这个黑的很难受啊 挤的黑的 黑的不能吃 吃的话 我们一反吃 这两颗子就已经完蛋了啊 这个提线上 这个提线上 黑的如果 沾上 那我们再压过来 这个 好像跟这个打也 不产生 什么联系啊 我觉得 这个地方 还是不理解啊 我 我始终认为 这个是白棋的一个小失误 因为这样的话 你拖过 这下没打到 总是有变数啊 将来这个搬了 打下来 有可能会有打截啊 在黑棋 如果截它有利的情况下 而且这个截 说实话 白的也是非常重的啊 打完了 这块棋 要死 好 我们先接着看实战 实战这个挂 当然白棋这手 其实价值是非常大了啊 我们看 如果 当时挂的时候 我们就普通印一个 这个被黑的一小尖 这个木术就已经 十来木了啊 最关键是 这一尖到这 这白棋这块棋 马上得走棋 不然要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 对方挂脚的时候 这个 谢科连 印都不敢印了 直接把这个抢啊 这个这招棋 确实太大 那么黑的就是双分焰 压了长 对 自从有了AI之后 这个压了虎的下法 好像就 绝技江湖了啊 再也看不到 因为这个棋 好像 无论任何的情况 这个 AI都是会告诉大家 这个棋要压了长 面对双分焰的时候 我们要压了长 甚至 没有这个双分焰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压了长的 这个棋压了虎 被打一下 这个胜率降了太猛了 受不了 从此就是 只有压了长 点三三 然后粘上 然后 这个地方黑的选择了一个 怎么说呢 比较强势的下法 一般我们点完三三 其实爬过 是比较正常的啊 比较正常 那这盘棋 因为黑的在这个局部 是有子力优势的啊 这个如果被吃了之后 前面这个攻击的这一串 手段就全落空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粘上 然后再从这里搬 那如果白棋 选择搬下来的话 那黑的这个棋 这个变化是 实地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从局部角度来说 白的效率也是非常低的 这个棋 我们一般称它为让子棋定式啊 就是说 也就是说白棋这一方啊 一般是在被让子的情况下 才会这么选择啊 因为让子棋嘛 你有别人让了你两个子 三个子 三四个子 你有优势在手 那么局部我们亏一点就亏一点 但是在这种 职业比赛 在这种平下分先的情况下 那这个棋这么选择 一般是不太可能的啊 所以这个白棋 拐这个 黑的胡 拐这个小肩 那这个局部箱这样 我觉得这盘棋 黑的还是很成功的啊 到目前这里为止 因为这个子力这种优势 发挥的很明显 因为本身这边正常来说 是要走一个的 走一个的 那么白棋会 这个局部白棋有一碰啊 一碰很厉害 碰黑的差不多就立一个 然后白棋长一个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将来这个白棋 这个是连后以后 还可以搜刮一下 但是这盘棋 因为黑的这个地方有 很多的子力接应啊 所以这三个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黑的是在这里又捞了一票啊 这一票就就不得了啊 不仅是这个实地 而且把这个白棋分割成两块了啊 那么给大家接下来看一下 白棋这地方有没有什么好的手段 如果这个地方白棋 不能有一些手段 有一些作为的话 那这个棋 白棋就不是太好办了 这般棋的这个差距啊 逐渐被拉开了 那点一下 这个铁处 本来是想先受便宜 结果这个又被拖牢反击了啊 这盘棋这个拖牢 反而吓得像年轻棋手一样 很凶狠 处处都是最强硬的招法啊 完全不给这个谢科这个喘息的机会 又点到这里 黑的挑回 还要贴过来 那这个黑的是不是要从这里扳出了啊 黑的从这边靠 很灵活啊 反正这三个子我肯定是不会弃给你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还有断点吗 这个地方也有断点啊 所以说 这个肯定是不能弃的 那靠完从这里跳出来 这个棋这个白的有点难受了啊 这个形状 这整个可能需要去单关联络了 最主要是下的 这个棋下到现在 已经下了六七十手七八十手了 这个白棋没有什么木 大家看一下 除了这个一开始点的这个三三 剩下 而白黑的这一块 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啊 这三块实地非常扎实 已经比较困难了啊 这个棋白棋现在 强行分段 这个也是真的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再去单纯的这种联络了啊 我们看 被黑的这个再一连 你这再去单关联 那这棋彻底没法下了 这个再被黑的一挂进来 这个比赛就要提前宣告结束了啊 所以这个棋 白的现在 即使自己形状不好 但是也要硬着头皮 把黑的分段啊 把黑的从这里搬 连搬 白棋形状真的是不太乐观呀 真的是不太乐观 这个没有形了啊 已经 这个粘上的话 这边弄一下 虎的话 黑的一长 很难受啊 那其实他这步棋之前 我们看一下 既然要反击了呢 为什么不干脆做一点准备工作呢 这个棋 我觉得奇怪啊 有时候这个年轻棋手下棋啊 怎么说呢 他们像这种棋 他觉得损 他觉得是俗手 他觉得这个地方将来有靠各种各样的借用啊 甚至点进来 但是就 但是在于 这个棋在于 你如果不交换这个 马上对手就要反击了 你就没机会了啊 本来走成这样 在这个分段黑棋的话 我觉得 自己的形状会好很多 实际上这个被搬连搬 我觉得 这个形状真的是 哇 沾上 那这个 这一会儿 这一横并 真的是不舒服啊 白的黑的一跳 嗯 这个就是他一直不肯搬了场的原因啊 他一直要 强调这一靠 那靠了一段 但这都是小问题啊 你这打下来没有什么 太大的用处啊 我们看将来 这个打下来 黑的就冲吃一个就好 那这个打下来 黑的就一冲吃 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你这后手虎过一个一个关子而已 这里 黑棋一定要注意 它是靠的时候 绝对不能冲啊 大家看 冲的话 这白棋一段 这个一虎啊 这个简直是不得了了 这个形状 这太惨了 挡不住了啊 这个只能尖被打两下 如果挡的话 被一小尖就 直接就打戒杀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别人靠的时候 下棋的时候是这样啊 当对手 祭出一招这个 不是很正常的棋的时候 这种非常手段 你一定要小心 他一定是有 有备而来啊 他不可能说是 给你送菜来了啊 好 斑 断 这个地方 黑的这个应对是比较稳健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白棋是要想真胜 这盘棋必须要从这里 把这个黑的黑棋搞断啊 不然的话 这个一旦被黑棋联络之后 最关键是自己要回去单关联络 这个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靠出去 长 哇 然后这个时候 鸵脑突然发力了 直接从这里给黑棋 白棋挤断了 不过这个挤断确实一直都存在啊 因为这个挤本身 除了是分段白棋之外 这个地方还多出一个挖持的手段 确实也是比较严厉的 白棋打吃 黑的沾上 然后 白的这个这个得沾啊 这个无论如何不能被挖持一下 黑的沾上 这样的话 白棋这四个字好像又被割开了啊 我们贴 这个时候白棋没有办法了 这个虽然这个冲很大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再冲的话 这 这个旗筋被吃了 好像有点受不了 这个黑的木树已经遥遥领先了 这样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把这个护回来 那么黑的把这个挡回去 哇 那下到这里 我们看这一串 从这个双飞燕开始啊 这个黑的战果又是 很很丰厚啊 这个战果 这个不仅把脚取了 把这个边也护住了 最关键是这个地方 继续加厚 这个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之前一直是留有一点 不好的味道啊 现在这个挡住之后就厚了 最关键我之前这个说的 这个隐患将来 这个白棋一定是要注意了啊 这个搬下来 因为这个现在被封住之后 这个搬下来 一旦打截的话 白棋就变成生死截了啊 这个了不得 果然 白的马上就虎一个啊 虎一个 前手虎 这样的话 把这个截给防住了 但是同时黑的也就安心了 黑的这地方彻底厚了 那现在这个棋黑的厚了的话 这个白棋想 追回这个木树上的劣势 还是有点困难的啊 这个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来点 简单的点一下木啊 12 13 14 15 16 20 2123 2425 25 这地方折半计算 两木棋 27 313 35 35 这块棋 15木是最少的啊 50木朝上 黑棋 白棋这个角 11 12 13 16 17 18 12 12 12 23 白棋 白棋现在 就是可数出来的尸体 仅仅有23亩啊 那就是黑的U 和27亩 那这两颗子 然后想要这个 去追回这个27亩 控的劣势 好像是比较困难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 白棋这块棋 其实还没有 说是完全就 活进啊 将来这个猴一下 拼一下 其实眼位是不足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黑的一旦出手的话 白的还嵌目啊 这个棋就非常困难了 下到这里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台电脑的话 我们判断一下胜率 估计这个棋 胜率应该是 只剩下 白棋最多剩下15% 不会超过15% 非常难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种00后小将 尤其像谢科这样的棋手 这个计算力超强啊 这个后半盘 这种 搅乱局面的能力 那可不是一般的 所以现在 如果我们就要 以这个局面 来下这个结论的话 可能还早了一点 因为毕竟这个棋盘还大 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多的一个棋盘 还有这个操作的空间 这个先冲了拐一下 那这个白棋 这两道棋很舒服啊 这样的话 这个 这块白棋 基本上就走厚了啊 这个以后再尖一下 哇 然后逼在这里 这个棋就是说 它现在的意图是说 我不仅要发展自己 我还是要强调这个 打两下这个威力啊 如果单纯走这种 被黑棋拆一拆的话 他觉得这个木树 肯定是不太够 所以直接给你逼到这儿 我们来看看 拖牢怎么应对吧 这个棋 黑的确实也是 有一点小隐患 一方面 这个地方 有一点借用 一方面这个地方 还有个段啊 黑的一定要小心 这个实地为王 你走你的 你爱 你强是你强啊 我点我的三三 这个很简单 这个三三一点 心情舒畅 就看看这个白的 现在是怎么弄 一点 这个点三三的三大套餐啊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 一尝 一飞 或者是斑连斑 那这个局面下 其实白棋 也很难选择 说实话 也很难选择 如果单纯的长的话 这个字就飞了 但是好处呢 是抢的一个先手 那么能在这边 可能搞点事情啊 或者是 这个先打一下 怎么是不亏的啊 打完把这断了 搞点事情 但这样的棋 就是说 没有太多的纯酸啊 因为这种断 你说能断成一个什么结果 真的是不太好说 甚至这个地方 直接打了跳死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断还不见得百分之百成立啊 现在有个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这个棋 所以说白棋现在 这个套餐也不好选 那你走这个意思也一样啊 我断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太适合 去断了断了 断了断白棋 黑棋就简单的吃掉 我们看 那你这个先手 被黑棋把这个脚一点 黑棋再把这个围上 那你这空无论如何不够了 刚刚都点目 已经盘面都好挺多的 27目 这个脚再一点 这个实际差距就比较大了 所以实战 这个 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们连班 无论如何 先把这个实地 差距圈维持住啊 至于这边 这个棋 就是白棋的这个 薄弱的这个棋 到底 会不会出事情 我们再说了啊 这个实地 先牢牢的拿货 要不然空都不够了 那其他的东西就更难讲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先实地先占优 先不输啊 占优也谈不上可能 然后黑棋贴 这个形状是有点惨 飞在这里 还要追求高效率啊 因为他觉得这个点啊 这个跳啊 他觉得不舒服 被黑了一点 一会再一点 然后黑的这个虎是先手 他觉得这个被点两下 非常不舒服啊 这个黑的外头都厚 所以说我就 这个 像谢克这样的棋手 其实真的是 你想赢他一盘棋 也挺累的 因为他在形势不好的时候 他就各种非常手段 让你也是很头疼 本来想着这个 你跳点两下很愉快啊 他非要跟你飞在这里 虽然他自己也没连后 但是他不让你舒服 下棋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如果招招都让对手很舒服 那你自己肯定就不舒服了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 这步棋你本身自己也不舒服 但是你能够让对手不舒服 那你自己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这步飞就是这个意图 绝对不让对手舒服啊 那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拖脑突然是 稳定了一下啊 不搞事了啊 我本来以为这个地方 黑的是不是还有什么招呢 发现这个简单的唯控 看来这个时候 形势判断已经是 判断轻了 觉得这个木树已经是绝对占有了 这个地方可以让白棋唯控了 他觉得 摆得长起来 那摆的这个时候 这种手段他觉得是不够了啊 因为拖脑这个压退都出来了 肯定是判断过了 这个你走这个我再搬一把 然后我这边再搬了一连搬 这样的话 如果在实地不足的情况下 那这个棋 像这样想再去翻盘的话 就比较难了啊 所以这个头要先挺起来 还是这个问题 一定要瞄着这个黑棋的这个味道啊 看你肯不肯补回去啊 你要觉得形势太好 你就补回去 还得断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啊 这个白的无论如何不敢挡这个 这个虽然形势可能不是特别好啊 但是也不能疯狂到这种地步啊 这个被黑的这个挖两下 然后再搭起来啊 这个 无论如何你想吃 黑棋这几个子是不太可能的啊 这大家都是绝顶高手 这个计算力都是有 这么玩的话 只会 只会让这个 本身就已经不好的这个局面啊 加速这个恶化 下期有时候是这样 有的时候不能特别着急啊 你即使形势不好了 还需要冷静 控制住局面啊 像这样的期 因为你这种去搏命的方法是没有成算的啊 连1%的成算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不叫去搏命啊 这个叫送死 所以虽然形势不好 但是该忍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忍住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你得给他 好 那黑得把这颗子吃下 那收获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如果不吃这颗子 白棋直接就爬过了将来 那么一方面这个是木树 另外一方面呢 吃完这颗子之后 这下面气就很长了啊 上面这个借用就 没那么厉害了啊 因为现在这个配置器很长 好 那么白棋现在走厚了之后 最后寻求一下这个攻击 看看能不能占点便宜 因为我们刚才形势判断的结果是 我们这个黑的木树领先比较多啊 刚刚这块起只点了15木树 现在的话 接近20木了啊 这加上 那么就是黑的至少涨5木树以上 那刚才是盘面27就盘面32 32 白棋这个10 这个地方 20木都不一定有啊 那就盘 黑棋盘面现在10来木树 是有的 所以时空还是占一点优势的 虽然不是特别的大 这个时空优势占的 但是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现在白的 必须是要通过这个攻击 要收获到一点什么 最起码是要 抢先啊 把这个地方 这块空围住 然后 这个压缩一下这里 然后抢到这一步棋啊 因为现在这个 还有个很大的关子 这个 打了提了虎锅 这个是之前残留下来的手段 我们看看白棋能不能做到啊 这肯定要挡 板 黑的是 瞬间把该走的先手全走啊 毫不保留 这个就是命令式的下法啊 基本上 白棋肯定得跟着走 那我们看现在白棋脚上只剩下17目了啊 17 18目起 最多18目 那就是现在盘面黑的有13 4目14 5目的优势 这样一个优势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被黑的抢到先手 黑的再把这个补了 那这盘面快20目了 这就没法下了 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是必须要抢先手 就是白棋刚才我给他 我给白棋定下了几个目标 现在是这个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啊 这个护住这块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借用这块棋的攻击 能不能稍微把这块黑的压缩一点啊 看看能不能完成这第二个目标 这一个靠现在是 靠的白棋很不舒服啊 你如果搬这个 我就顶 你如果顶这个我就长 那这一长的话我整个就连上了 那这个刚才给白棋设定的这第二个目标 显然是完成不了了啊 这么现在来看的话 白棋当初这个退啊 有可能是个小小的问题 这个时候可能应该跳点一下 他可能忽略了黑的这个靠的这个好手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 黑的如果直接来这个的话 这个转换我觉得这个白棋是不怕的啊 因为这种形式不好的时候 其实是像这种转换 作为白棋来说是求之不得啊 变化越多越好 这个黑的其实吃的不大啊 我就在挑这个 啊这个白棋完全不怕 那么这个跳点如果黑的拐的话 白的猴一个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啊这个这个段还没有 你走这个的话我就团住 走这个我一立 那这地方刚好没起 我们看顶的时候我就搬这个 那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然后那这个地方现在有个段 还是有点问题的 本以为没什么问题 结果还是发现有点问题 啊那这个没办法 那这个就是 拐的时候 如果霜的话黑的也是长弯一爬 啊这个地方有点讨厌啊 那黑的就只能这样啊 白的就只能这样了 给你几成这样 啊然后我们还是断 还是转换 这个黑的比刚才好 但是白的还是不怕 我觉得 因为这个一路还有个斑嘛 还有个打结架呢 反正这个这种时候 如果是我的话 这种有转换肯定是 无所谓的啊 肯定是欢迎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黑的有优势意识 被你跳到一下的话 那这个跟后面就差了就多了 这个就差了多了 这个跳到一下 黑的只能糊这个了 那我再糊 这样的黑的首先 这个局部是已经不糊了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留下一些借用 反正就留下一些借用 实战被黑的靠到这里 好像白棋不是太好办 我觉得啊 这个靠是个做活的要点 实战白棋这两招 哇 然后这个坨老师吧 这个给逆收了啊 这个有点想不到 这个时候形势好 难道不是应该 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吗 他觉得这个更好啊 这个本身逆收确实很大 这个走完这个挤就变成后手 然后以后一冲 就是说现在坨老反而还盯着这个白棋啊 他觉得这个白棋 这个整个眼位还是不太足 这个想法也是比较独特的啊 一般人我们在形势好的时候 都想着怎么收兵了 这个坨老师乘身追击 好 好 先飞 那这个时候 这个谢科应该是 心情是不太好了啊 这个攻着攻着 又攻出于后手来 还被黑棋反而是捞了一票 这个心情不是特别好 然后黑的是飞 然后顶住 那这个应该要靠住了吧 飞一下再靠 把这个段先放一下 嗯 这个地方看来 这个黑棋是 已经是 一切进在掌握中啊 他觉得这个地方 你飞没有用啊 飞一下靠住 这个空也能护住 这个段也能护住 他觉得无所谓 所以他把这个逆收了 所以他把这个逆收了 然后 团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再冲一把 嗯 哇 然后挡上 打个针 拐住 哇 哇 这个其实大也还是挺大的啊 我们看刚才一跳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说十目以上啊 这个团有 你说十目吗 这个我就 不清楚 这个一下点 点不清楚啊 这个是棋手这个临场的一个判断问题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啊 也许他觉得这样更好掌握啊 这个实战白的把这个粘回去 这个等于就是一个双线 至少双线两摸啊 而且还关系到将来 就是这个挤的先后手问题啊 我们看 如果这个是白棋打到的话 这个挤是个决线 黑的必须立 那现在这样的话 这个挤变成后手了啊 这个有个 黑的将来有可能把这个团了 那至少是双线三摸啊 确实也是很很大 大家知道下棋的时候 收官的时候 这个双线永远是 兵家必正之地啊 双线 因为双线是白刹的 你走到了就是你的 他走到就是他的啊 这个木树一出一入是 白得的 好 吼一下 这个时候黑的吧 这个吃了啊 前面这个我很早就说过啊 这个一旦抢到这个吃 那黑系这个木树 绝对是 绝对是够了啊 绝对是够了 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 点一下木 去验证一下我这个说法 十四十五十六 二十二一二二三四二五二六三十三一三二 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 四一四二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 五十七五八五九六十 那黑的现在是六十是 只多不少啊 就是 我都给黑棋点的是最少的 六十 白棋的话是十一十二 这母棋是现在不太能点了 十一 刚才这点的是十八 就是二十九 三十三一三三三三三十五三十六 三七三八九九四十四一四二 四三四四 哇这个白的想点出四十五摩都很困难啊 这个确实是不够 这个盘十五是稳稳的 而且我感觉这个棋啊 黑的好像还厚一点啊 不仅空多还厚一点 因为白的这个大块始终没有活进 黑的这都是活进的啊 所以这个棋现在 这个谢科同学纵然有三头六臂 想要逆转也非常困难了啊 我们看一看 接下来白的有什么 继续搅乱局面的手段 粘一个 黑的一虎 这个判断是非常好啊 这个图了 就是现在这 他觉得这两块转换不怕 那我觉得这个作为白棋来说 现在能转换肯定要转换了啊 这个虎一个是暗藏陷阱啊 你万一随手一挡 好了 这个时候白棋把这块线吃掉 然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 这个地方变成打结火了 因为虎到一下之后 我们看 因为如果当黑气断的时候 白气在虎 黑的一定是挤在这里的 这被虎到一下 一下就变成打结火了啊 那这个气马上就可能就要逆转了 因为这个打结火就意味着白气 外头可以走两手啊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虎真的也是个小陷阱 这个拖劳还是明察秋毫 搬完一团 活得很舒服啊 那块气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黑气这地方要虎一下啊 为什么要虎一下 因为如果不虎的话 他要这么扳了 火的话 被打了打线手 这就挖死了啊 这个一下逆手很大 所以这个必须要虎 好 接着看 那白气这个吼一把 很舒服 但是黑气是脱线了啊 把这个又挡上了 这个黑气觉得 我现在那里不是 你这不是打结 我那里也打结火 我就不用 阴了啊 打吃 战胜 哇 然后这个地方突然打起截来了 那黑的是把这个端 截 那这个截就简单了 黑的就打循环截 然后提 然后黑的贴 对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的啊 白气 白气不转换也不行 白气如果不提这个 做截 黑的就这样粘上啊 然后我就吼这个 就是要么我们大家都活 要么这个就是 就是大家都死啊 这个反正是个转换啊 现在看到这个气 当初这个 拖老这个团一下 有献献之名啊 先把自己这块活了 那实战是形成一个转换 直接黑的贴在这里 这个其实没有想到啊 突然间这个快 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又平地起波栏 这个来了一波转换啊 这很有意思啊 粘上了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黑的这个顶是不顶了啊 这个顶他觉得不大 直接半粘 这个顶大概是 你手有两目多啊 不到三目七 啊 粘上了 他要收这个了呢 看出来是 对 他要收这个 团 黑的就沾上 再挤 黑的把这个沾上 哇 这个沾上也很大 这一会儿打吃 白的得团啊 这个是先手权力 打飞 那下到这个旗下到这里的话 就是啊 后面虽然还有一些手术 但是就跟胜负无关了啊 最终这个黑的赢的比较多 三右四分之三子 就赢七目半了啊 这个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那这个棋就是说 从关子这个阶段开始 从黑的 把这个靠活开始啊 实际上这盘棋的胜负悬念就失去了啊 那么我们纵观这盘棋 哎 这个拖脑下来是比较精彩的啊 从上来这一靠开始啊 我觉得就 我这一靠我就看着就 觉得很好 这不起啊 后面这个飞出 包括这边这个作战啊 都下的都不错啊 那这个白旗这个 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我觉得 这部断一开始 我实在是没太看懂啊 这部断 从后面的接口来看 这部断也是一直没有用上啊 一直没有用上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形状 白旗没有按我说的这个 搬了长调 再大飞出来啊 那样的话 整个白旗会厚实不少 实际上他这个靠段 保留了很久之后 最终也没有用上啊 比较可惜 那么 托老这盘棋 这个在取得优势之后 后面这些下法 也是比较清楚的啊 好像没有给白旗 太多的这个角距空间 因为虽然谢科 这个角距能力很强 但这个 没有找到这个 发挥的这个空间 最终还是以 比较大的这个差距 这个输掉了比赛啊 那么 我也是恭喜托老啊 那么这盘棋 最终还是这个 托加西之黑 战胜了这个谢科 那么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right